你好 歡迎收看全球現場深度週報 我是鄭偉人 這個星期首先要來看到的話題是 全球努力與新冠疫情共存 但是不如想像中的簡單 根據一項英國研究 新冠病毒住院的患者中 一年之後能夠完全康復的不到三成 有許多人是飽受疲倦 肌肉痛 睡不好 行動遲緩和呼吸急促等長期症狀所苦 目前全球可能有一億人受到這類影響 疫後大缺功的窘境也因此雪上加霜 確診變成噩夢的開始 慢性疲勞 肌肉疼痛 睡眠不佳 行動力變慢 和呼吸急促這些新冠長期症狀 Long Covid持續困擾全球許多的確診者 醫學期刊《刺隔針》這個禮拜刊登的一項研究報告 追蹤英國確診後出院的兩千三百人 發現五個月後完全康復者只有百分之二十六 一整年後完全康復的比例也只有百分之二十八點九 倫敦的傳染病專家納塔利·麥德莫特 感染新冠病毒已經兩年 傷了神經 無法再慢跑 滑雪 走路要靠輔助 不久前過四十歲生日 只能坐輪椅去看哈利波特展覽 《刺隔針》期刊這篇報告的研究者 擔心 若持續欠缺有效治療 Long Covid恐怕會變成高度盛行的長期病狂 這篇研究還發現女性確診者一年內康復的可能性 比男性要低百分之三十二 肥胖者一年內完全康復的可能性只有一半 住院並且使用呼吸器的患者 比沒有接受這些治療的患者 完全康復率低百分之五十八 研究人員對於患者精神健康 運動能力 器官損害跟生活品質 難以完全復原的程度感到相當啞逸 精神無法集中 痛到輾轉難眠 《刺隔針期刊》在四月初就已經指出 各國漠視了長新冠症狀 對人民生活品質跟經濟複蘇層面的破壞性 光是英美兩大國就有數百萬人 因此無法順利回歸職場 美國目前有一千零六十萬個職缺招募困難 布魯金斯研究院估計約有百分之十五的缺工 是因為Long Covid無法完全就業 至於英國一百五十萬名長新冠患者中有百分之六十五 表示病情嚴重影響日常生活 缺工的企業有四分之一 也是因為相同原因 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已經把Long Covid變為公衛優閒事項 估計多達三成的染疫者有長期後遺症 也把他列入了失能補助範圍 去年申請失能補助的民眾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三 這多出來的一百三十六萬人 雖然不完全是因為長新冠症狀 但數字大致跟布魯金斯研究院的缺工分析吻合 而國家衛生研究院也成立了Recover專案 投入十一點五億美元的研究經費 打算找出究竟是哪些人以及為什麼會有Long Covid 今年初一項公布在科學期刊細胞的研究 首次確認了造成Long Covid的四大因素 首先是感染促使免疫系統過度運轉 錯誤攻擊自身健康的部位 第二個因素是植服在體內的EB病毒在活化 第三個因素是血液中的新冠病毒量多寡 第四個因素就是患者同時也有第二型糖尿病 這些因素有助於研發治療方法 但對於導致Long Covid的機制 仍未完全明朗 世界衛生組織這個禮拜警告 全球過度放鬆了警惕 Omicron病例還在飆升 過去四個月全球的篩檢數量 卻銳減七到九成 上個禮拜通報的死亡病例 只有一點五萬 是二零二零年三月以來最低 這會讓世人越來越 無法掌握病毒的傳播和演化模式 無法察覺潛在的危險變異 堆促各國還是要繼續保持警覺 公視新聞是會中編譯 癌症研究發現重要線索 英國劍橋大學的研究團隊 為了瞭解癌症腫瘤的起源 研究一萬兩千多名患者的全基因組 結果在他們的DNA中 找到五十八種新的致癌基因突變特徵 科學家指出透過這些突變特徵 未來醫師就能為癌症患者量身 制定治療方式 挽救更多生命 癌症是近年國內四大使鷹之首 二零二零年在全球 更帶走九百九十萬條人命 為了瞭解癌症腫瘤起源 劍橋大學的研究團隊 研究一萬兩千多名 癌症患者的基因組定序 科學家形容這些癌症突變特徵 就像犯罪現場的指紋 有助查明癌症原因 這份研究4月22號已經在學術期刊 科學上發表 研究使用非常規作法 開發出創新算法 這種算法從一萬兩千多個 腫瘤基因組當中 篩選出數億個突變 發現58種新癌症基因組 樣本突變特徵 有助醫師未來對個別患者 對症下藥治療 全球每年約有一千九百萬癌症新病例 癌症是由細胞基因組突變所引起 突變會導致細胞繁殖失控 最後形成腫瘤 癌細胞還會自己製造出各種物質 藉以從目前的位置轉移到其他地方 科學家也表示 當擁有這麼多基因組後 就能找出更完整的突變特徵 即使現在診斷和瞭解這些癌症如何發生 還在初期階段 但已經為挽救更多生命 帶來嶄新曙光 公司新聞這位人編譯 菲律賓總統大選 將在五月九號投票 前獨裁者之子小馬可氏 搭配總統杜特地長女薩拉的組合 民調位居第一 獲得超過五成的支持率 小馬可氏的兒子 也宣布參選國會議員 如果兩人勝選 象徵馬可氏家族勢力東山再起 因此由排名第二的候選人 羅貝多所帶動的粉色浪潮 正全力阻止馬可氏王朝復辟 菲律賓總統大選進入倒數 競選活動如火如荼進行 數萬名支持者揮舞著菲律賓國旗 高喊候選人的名字 前獨裁者之子小馬可氏與總統杜特地長女薩拉 搭檔競選出席造勢晚會 邀請現場同聲高唱新社會進行曲 而這首歌是一九八零年代 他的父親馬可氏統治菲律賓時 推出的愛國歌曲 作為這次的競選曲 主要是想喚起選民的懷舊情懷 當年獨裁者馬可氏及所有 權利於一身實施戒嚴 對某些群體來說是菲律賓的黃金年代 但在一九八六年 人民力量革命頹凡政權 馬可氏家族勢力示威 如今與獨特地家族南北勢力結盟 捲土重來 民調指出兩人的支持率 已經超過五成穩居第一寶座 不只小馬可氏要角逐總統大位 他的兒子也要選國會議員 專家分析菲律賓的政治長期以來 把持在權貴家族手中 子女接替父母的位置時有所聞 如果兩人勝選 必將吹響馬可氏家族 東山再起的號角 馬可氏家族在北部北伊羅科斯省 握有影響力 這回如果重新拿下總統大位 必然壯大家族勢力 讓王朝重新復辟 即便過去國會曾經試圖通過反王朝法 明文禁止家族控制國家 但三十年過去了 法案遲遲無法闖關成功 另一方面不滿政治權貴 一股粉色浪潮正在崛起 民調位居第二的是反對派現任副總統 五十五歲的羅貝多 無據民調差距 誓言扭轉對手領先局面 喊出對抗馬可氏王朝的口號 羅貝多以獨立候選人身份參與 參選 刻意挑選粉紅色作為主視角 帶給人溫柔的力量 而她是一位專門研究人權的經濟學家兼律師 二零一二年丈夫因飛機失勢成為寡婦 但她沒有就此低頭 當起了職業婦女還兼顧母親的身份 成功選上副總統擺脫菲律賓傳統社會 對女性的束縛 羅貝多的教育背景和個人魅力成功吸引知識分子 中產階級以及遷徙世代的選民 有兩百萬名志工自發性的愛家愛戶上門宣傳 把觸角延伸到鄉村 強化選民之間的連結提高支持率 2016年的副總統選舉 羅貝多曾經擊敗過小馬可氏 這回兩人再次碰頭角逐總統大位 兩強激戰誰輸誰贏 還很難說 公視新聞本編譯 法國今年的總統大選刷新多項歷史記錄 其中之一是不投票與投廢票的比例 是創下半世紀以來新高 顯示社會弥漫者強烈 對政治的厭倦與無力感 氣頭足當中十八到二十四歲的年輕人 就佔了百分之四十一 此外馬林樂鵬領軍的極右派國民聯盟 票數大躍進 更是叫西方民主國家 看得膽戰刑警 馬克宏五年前以三十九歲政壇新鮮人的形象 秩序不走不右走中間路線 順利入主愛里希爾公 成為法國史上最年輕的總統 四月二十四號的總統大選 第二輪投票 他以百分之五十八點二的得票率 擊敗了獲得百分之四十一點八選票的 馬林樂鵬 又創下了二十年來 第一位連任成功領導人的紀錄 政府發言人艾塔尔審選了隔天接受電視台的專訪 大利的為馬克宏國內外政機變化 我你明白我哭和樂國內政策 这位毕业自巴黎政治学院 现年33岁的政府发言人强调 对种种争议性改革 马克宏政府将倾听名义 未来五年市政风格会和以往大不相同 特别是把退休年龄从62岁延后到65岁的制度 将会加倍地咨询各方的意见 倾听民众的焦虑 这次大选不投票与投废票的比例 创下了半世纪以来的新高 显示社会弥漫着强烈对政治的厌倦和无力感 而气头族当中18到24岁的年轻人 就占了41% 第一轮投票结果出炉后 在法国精英分子心中占有特殊地位的巴黎索邦大学 就出现了不投马克宏 也不投乐棚的示威抗议 愤怒的学生战据校舍把对当下政局的不满 喷洒在走廊墙壁 类似的骚动也在巴黎政治学院 高等示范学院发生 中国人组创上的两个年轻人 20年轻人的已当中19年轻人 在总共的第三轮人 非常向前在 而政府召唤多比股 比股baum法院的 所以我认为它是厉害 我认为是出事 我认为的是 从事主要的制裁 而在什么��자 当年长的女士 举上的问题 专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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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非常重要 法國的英語新聞頻道 法蘭西二斯新聞台 選情之夜特別節目 詳細剖析了現年70歲的 左派大將梅蘭熊支持者的背景 他們有高達6成5的比例 是十八到三十四歲年輕選民 四成三是大專畢業教育程度 至於在收入方面 以兩千歐元為中等收入水平來看 兩成八的人收入低於一千兩百五十歐元 兩成五的人收入 介於一千兩百五十到兩千歐元之間 超過兩千歐元以上的 則佔了百分之十八到百分之十九 而六月的議會選舉 五成六的選民不想讓馬克宏的共和前進 成為國民議會的第一大黨 希望看到共治 也就是所謂的聯合政府 其中八成四都是梅蘭熊的支持者 二十世紀法國哲學領袖沙特 所創立的《解放報》 過去五年一直是馬克宏施政的 強烈批判者 但投票前夕出刊的週末版 卻以社論呼籲左派選民票 投給馬克宏 選舉結果揭曉短短幾個小時之後 財政部長勒梅爾就宣布瓦斯 與電力價格動漲到年底 經濟部副部長羅納切爾則表示 未來幾週將針對環境 教育 大眾健康以及年輕選民最關心的綠色議題 進行通盤性的檢討 恭喜新聞 網紅編譯 感謝您收看 也請您鎖定明天晚上七點半 全球現場漫遊天下 再會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